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在这个记忆体改朝换代的时刻 要选择上一代的DDR4还是新世代的DDR5 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选择DDR4的话总会觉得是守旧买旧的规格 那电脑经常人家都说买新不买旧 然而选择DDR5的好到底好在哪里 毕竟DDR5现在价格相较DDR4是较没有优势的 所以究竟该选择DDR5还是DDR4呢 让我们用数据告诉你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DDR5究竟更动了、升级了哪些东西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来自美光Crucial的DDR4-3200记忆体 与同样是来自美光Crucial的DDR5-4800记忆体 两者都是属于俗称的普调 也就是非超频款的记忆体 外观上看来其实两者非常相似 最大的差异那莫过于DDR5记忆体中央纳区电路 这区电路为DDR5的供电 负责将主机板供给的电压调整成低润所需要的电压 那以DDR5来说就是1.1V 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当频率上升以后 记忆体它对于电子杂讯的容忍度会降低 那将供电从主机板移动到记忆体的模组内 就能够有效地降低这些杂讯 也不会因为主机板电路的降压所好 导致不同记忆体之间出现电压的误差 在外观上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 就是金手指的防呆卡榫位置有做了一点更动 现在DDR5的位置更偏向中央了 那当然安装时大家都要小心 记忆体这种东西千万不要打底出奇迹 而DDR5剩下的改变 就主要是在内部结构上的更动了 例如Undy的ECC ECC相信不少电脑玩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ECC的全名是Aero Correcting Code 简单来说就是记忆体如果出现资料错误的时候 能够侦测并且予以求整 对于资料运算的工作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DDR5所新增的Undy ECC 并不是我们一般认知上完整的ECC 而DDR5的Undy ECC主要是为了因应高运作频率 以及制程进步导致电晶体的密度增加 为了避免记忆体颗粒内部出现错误所新增的功能 因此如果是记忆体外部发生的错误 就不能有效的处理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打开了像IDA64这样的软体 你会发现如果你原本安装两条双通道的DDR5记忆体之后 现在你看到居然是四通道的标示 这个原因在于DDR5将原本DDR4 64位元的通道 切分成了两条32位元的子通道 因此每条记忆体算是自带的双通道 而当插了两条DDR5后 自然就会被识别成四通道了 最后则是DDR5最大的变革 就是频率 厂商标示的DDR5频率 从原本DDR4最初的2133MHz 提升了一倍多 来到现在都标是4800了 并且为止以往每换一代频率加倍的传统 甚至比以往还要高了一点 不过以上都是理论 实际上这个DDR5跟DDR4 究竟对电脑的性能有多大的影响 其实不一定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对比测试 看看实际的效能差异大概有多少 首先介绍这次的测试平台和方法 最重要的标的 记忆体 我们采用的是来自美光的Crucial的原生记忆体 最新款的DDR5 4800 8GB两条的package 以及DDR4 328GB两条的 美光自己本身就是全球顶尖的记忆体颗粒制造大厂 在台湾也有很多工厂 有着自己的半导体生产线 品质自然是最高标准 而其他的Crucial品牌也有着不少好东西 例如这次影片介绍到的记忆体 或是我们最近在开箱的NVN1 PCIe Gen4 SSD 就是P5 Plus 以及他们即将推出的P3 还有SATA SSD MX500都是相当有名的 还有以前的DDR4超频记忆 Politics等等 一直是我觉得CP值很高的品牌 帮朋友装机器的时候也会使用到他们家的产品 因为他们的保固算是有口皆碑 而影响效能比较明显的CPU 我们是采用Intel最新的 Oder Lake Core i9-12900K这颗旗舰处理器 搭配了Zotec Gaming GeForce RTX 3070 Amp Holo 主机版部分分别为DDR5平台 我们采用的是华硕的Pro-Alt Z690 Creator Wi-Fi 以及在DDR4的平台 我们一样使用华硕的Pro-Alt系列B660 Creator 另外为了确保i9-12900K 不会因为主机版的供电而影响表现 我们这边统一将i9-12900K的频率 降低到P-Core 4.5GHz 以及E-Core 3.6GHz 最后散热器为DarkFlash的DX360 V2 机壳为Inwin的303C 以及电工为全汉Hydra PTM Pro 850W 首先来看跑分 IDA64的记忆体性能表现结果如图 可见DDR5得益于高频率 在读取以及写入的速度远胜于DDR4 DDR5以7万Mbps左右的速度 碾压DDR4的5万Mbps左右 不过因为Intel平台的记忆体分屏机制 DDR5的延迟来到了83.8ns高于DDR4的61.7ns 下一个项目是Cinebench R23 用于测试理论的CPU性能 结果如图 两者并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可见在Intel平台上面 CPU性能与D-RAN其实没有明显的关系 同样的论点也可以实证于3DMark的CPU Profile当中 下一个我们看到3DMark的Time Spy 这个主要是测试理论的游戏性能 从结果来看 但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出DDR5跟DDR4有明显的差距 当然以上都是理论跑分 那实际的游戏性能我们就直接来看 Cyberpunk 2077 两者的表现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皆位于测试的误差范围之内 下一款CSGO DDR4平台的FPS表现微微的高于DDR5平台 Far Cry 6 DDR4也是微微领先DDR5 最后是赛车游戏 Forza Horizon 4 DDR5平台上面的表现 终于些微的赢过了DDR4 不过FPS的差距主要是表现在GPU上 那这点就令人有点不解了 最后我们来看到Blender的渲染表现 三个场景的表现皆是由DDR4平台拿下显胜 从测试结果来看 DDR5的差距其实还不算大 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点落后 那主要是因为在游戏上面还无法拿出明显的差距 好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就买DDR4吗 诶 其实还没有那么快下结论 我觉得选DDR4还是DDR5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单纯 首先从现在的性能来看 确实DDR5在游戏上没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那可能就未必了 这边引用Thomas Hardware对于Adobe全家桶以及达芬奇Resolve做的一些测试 可见对于生产力应用上DDR5的优势可能还是比较有用的 以及现在DDR5其实才刚推出来没有多久 频率还没有办法达到DDR5的顶峰 以后等到制程稳定更高频的DDR5推出之后 这些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而且现在的游戏可能主要都针对DDR4做了优化 还没有针对DDR5的高频率来使用 那不过如果未来有更多游戏对于DDR5做优化的话 或许在游戏方面就会有更突出的表现 例如我们也有看到其他人测试了一些新款的游戏 出现了DDR5表现较好的结果 那该不该选择DDR5 我觉得你有几点可以考虑一下 首先就是升级性 因为主机板跟记忆体两者是绑定的 基本上你选的DDR4 未来就不可能再升级到DDR5了 那选DDR5的话 未来如果是出现更高频率的DDR5 你就可以将旧的DRAM卖掉换新款的 但对于DDR4来说 现在3200MHz已经是顶标了 且预估之后会有大量DDR4二手 流入市场当中 届时价格肯定是血流成河 所以我觉得要不要选择DDR5 可以透过几点来评估 第一 未来有没有打算升级电脑 如果你打算一台电脑用个 三五年都不换任何东西的话 那选择DDR4确实是蛮划算的 第二 你的电脑用途为何 如果你是creator用来做生产地用途 那DDR5现在的优势 马上都可以用得到了 第三个则是Kimoji的问题 有新款的DDR5 为什么还要选旧款的DDR4呢 那最后其实选择DDR4 还是DDR5 这个问题其实也只有在 Intel Order Lake平台上面会出现 毕竟按照目前的消息来说 ND的Zen4架构处理器 也会直接升级为DDR5了 那总之 要不要选DDR5 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评估看看 当然不管是选DDR5还是DDR4 我觉得美光的记忆体 其实都蛮值得考虑的 因为美光身为记忆体的颗粒制造商 本身的技术实力不容小觑 有着优秀的品质 以及风平极佳的售后服务 还有很高的CP值 像是阿汤的那台RESA电脑处理器是3700X 它搭配的就是美光Crucial Politics DDR4-3600的超频记忆体 当初价格也是在众多厂商之间 数一数二低的 我们最近也开箱蛮多 Crucial DDR5的记忆体 那这些都是美光正片颗粒 品质超频性都有保障 那对 说到超频性 美光Crucial在DDR5这代呢 他们宣布不再推出超频记忆体 然而上次我们在测试DDR5普调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简单调个频率 就可以从预设了4800拉到5200了 哇这样真的是福利大放松耶 那对于DDR4跟DDR5 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